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57集许清安拜访 许清安是个豁达的人 不会因为小事耿耿于怀 那既然家里的妹妹如此朽木不可雕 她便不雕了 领到书院抽一顿板子不是更好吗 何必浪费口舌呢 但是李妙珍阻止了许清安家暴孩童 天宗圣女皱着眉头不悦说道 有话好好说 何必对一个孩子动粗呢 圣女啊 你永远不知道当熊孩子的家长有多糟心 许清安便卖她一个面子 转而进了院子 院子里只有一对母女花 脸蛋尖巧 五官立体 颇有几分混血风情的许玲月 坐在小木渣上刺绣 小木渣已经容不下她愈发丰满的臀 弹性十足的臀肉一出 在裙下凸显出来 沈身则在一旁不务正业 把和绿色的裙摆在小腿位置打结 然后蹲在花扑边 握着小木铲和小剪刀 捣鼓花花草草 沈身平时除了奏许玲音 也就这点爱好了 她的贴身丫鬟绿鹅在边上帮衬 大哥 看见许清安回来 灵月妹子高兴坏了 放下针线 笑颜如花的迎上来 她的余光 不着痕迹的在李妙珍 苏苏和钟离身上掠过 那带着沈氏的小表情 充分说明漂亮女人之间 有着天然的植入本能的敌意 没事了 今天就可以回家 许清安捏了捏 她圆润的鼻头 目光望向屋子 二郎和二叔呢 爹不知道跑哪里练功去了 二哥在张夫子处读书 许玲音嗓音悦耳 带着少女的软弱 许清安点点头正要说话 便听许玲月带着好奇 柔柔说道 大哥 那位姐姐是谁 她问的是钟离 钟离虽然跟了许清安很久 但她从未正式露面过 许玲月是第一次见到她 哦 采薇的师姐 哦 那个饭桶姑娘的师姐啊 许玲月恍然 饭桶是她给楚采薇取的绰号 楚采薇是饭桶一号 丽娜是饭桶二号 许玲音是饭桶三号 其实认识这三个饭桶的人 心里多少都有类似的绰号 比如院子里 惊觉幼女一身脏 恼怒的捡了根竹条 追杀幼女出门的美妇人 婶婶给丽娜和许玲音 取的绰号 大抵是愚蠢的女孩和小孩 贪吃的女孩和小孩 又蠢又会吃的女孩和小孩 诸如此类 老娘每天给你们洗衣服 难道不累吗 你个死孩子 一点都不知道心疼老娘 婶婶的咆哮声传来 那我打你的时候 也用不着把你当女儿看 许玲音顶嘴的声音传来 那我不是你女儿 你打我干嘛呀 婶婶噎了一下 无能狂怒 你黑肯顶嘴 许玲音带着钟离出了小院 在房舍院落间穿梭 沿着青石板铺设的道路 十二十街 一炷香后 来到了昼满竹林的山谷 竹子南方居多 大风自诩九州正统 称雄中原 但京城的地理位置 是九州的中北部 气候不宜竹子生长 青云山这一片竹林 倒是稀罕得很 入夏不久 这个季节的竹林 匆匆郁郁 山风吹来 沙沙作响 颇有意境 而许清安想的是 竹铜酒怎么坐来着 一座小阁楼 掩映在竹林间 如同隐世所居的雅阁 一条鹅卵石铺设的小径 通往阁楼 落满了竹叶 他朝着阁楼座椅 院长 许清安拜访 眼前清光一闪 已从外面 顺移到了阁楼内 院长赵首坐在岸边 品着香名 笑而不语的看着他 洗得发白的 陈旧如山 略显凌乱的花白头发 浑身透着犬如的气息 赵首是许清安 见过最没格调的 高品强者 同样是老头 坚政却是白衣圣雪 先锋道鼓 杜鄂大师呢 也穿着绣金线的 华美袈裟 气度淡薄 一幅得道高僧模样 而赵院长给人的感觉 就是空一己 或者犯禁 哦 差点把猫道长给忘了 道长也是一副 云游道士的模样 落魄得很啊 许清安在心里补充一句 他表达了感谢 多谢院长出手相助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盛纪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是你教我的 而你也没有忘记 院长的意思是 只要我没忘初心 大家就还是好基友 许清安笑着作意 然后向好基友提出要求 学生来书院 是想向院长借一本书 招手看着他 微微汗手 大周时宜 许清安记得为爸爸说过 要想知道王妃的秘密 就去白鲁书院 借这本书 这是六百年前 书院的一位大儒所著 他生于大周末期 活跃于大凤初期 把自己关于大周的所见所闻 编著成书 此书全天下只有一本 未曾堪印 读过此书的人 寥寥无几 原来如此啊 难怪怀庆都没听说过 就算是女学霸 也不可能读尽天下书 肯定是有目的地阅读 偏向喜好的书 许清安恍然 又听赵首微笑说道 哈哈哈哈 那位大儒 你想必听说过 他的事迹 被后人立了碑文 就在山中 灵光豁然闪烁 许清安脱口而出 那位邪民院 撞散大周最后期运的 二品大儒 钱聪 他出来白鲁书院时 二郎带着他参观书院 有提及过那位 叫做钱忠的大儒 啊 那是一位 值得尊敬的读书人 真正的名垂轻视 而不像某四个家伙 总想着走歪门邪道 请问您说的那个走歪门邪道的家伙 是张慎 林木白 阳公 陈泰吗 许清安心里赋肥 赵首摊开手 悠然说道 大周时宜 在我手中 轻光一闪 他手里出现一本古旧书卷 书皮写着 大周时宜 嗯 许清安愣愣的看着这一幕 尽管对儒家吹牛逼大法已经很熟悉了 但每次见到总让他心里一产生 这武道不休也罢 教练 我想学儒书 这样的冲动 难怕入错行 二叔害我 他心里惋惜的叹了口气 从赵首手中 接过大周时宜 许清安沉吟 我能带走吗 不行 拒绝的好干脆 许清安低头翻看 他现在的目立 一幕时行不在话下 这本书记名大周时宜 那么里面记载的东西 其实是对正史的一种补充 里面记载的都是乍一看 很像野史 但是确实发生过的事 比如大周历史上 鼎鼎有名的先例 黎木 史书上说 此人风流成性 红颜知己无数 但其实 他的遗众红颜里 有一位狐妖 是南妖一脉 九尾天狐的族人 这些是正史上 不会记载的隐秘 与白露书院指路为马的亚生一样 这位李牧竟是个懂胡执笔的人才 许清安安点头 继续翻阅 终于他翻到了一篇 堪称民间神话的记载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